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就快要开学了,相信不少的家长想要把握暑假的尾声 好好的带小朋友出门旅行 而不论是长途或者是短程的旅行 最重要的就是随身的行李箱 而现在的行李箱除了防撞、防盗之外 也渐渐的出现了新颖的科技功能 譬如说,像近期就有许多的科技公司 纷纷的研发出了智慧型的行李箱 不仅能够GPS定位,还附上了充电的功能 自动关闭锁等,都能够让使用者能够更轻松方便的登机 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介绍 近期两款最热门的智慧行李箱 首先要介绍的BlueSmart行李箱 自从在去年登上了募资网站之后,就迅速的成为话题 而这款行李箱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呢 不单单只是因为它被定义成为行李箱 因为它更是使用者的行动助理 而在功能上能够与手机相连就可以远端的解锁 还内建了自动重量侦测器 可以称出行李的重量,以免超重的困扰 而另外呢,行李箱还可以当作行动电源 看称能够替手机充饱电力至少六次 而行李箱内还装上了GPS定位和感测器 若使用者超过了行李箱的范围 它便会发送讯息来提醒 而就算弄丢了,也可以及时的传送正确的位置 目前BlueSmart正在官网预购 售价为339美元,也预计在年底的时候会上市 而除了去年BlueSmart独领风骚之外呢 美国纽约的另外一间科技公司 也在年初的时候推出了一款智慧型的行李箱 Trunkster 而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无拉链的外形设计 因为一般呢,我们对行李箱的印象 大概都是拉链对开式 然而呢,Trunkster所采用的却是类似拉门的功能 而这对使用者来说,能够减少打开行李箱所占据的空间 而在功能上呢,内建的行动电源呢 靠称可以充饱9次电力 对商务人士来说,就不怕手机滑到煤电 而行李箱呢,也安装了GPS系统 能够帮助遗失时,及时的定位寻找 而Trunkster一样呢,也加装了电子秤的部分 可以计算行李箱的重量,不怕超重的麻烦 而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加宽的拉杆设计 在拖拉时能够更加的顺畅 目前Trunkster共有22寸跟27寸两种规格 售价在325跟350美元 也预计在2015年的秋季会推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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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